丈夫的离婚诉讼我们都充满了诸多不解 而张女士更是认为 离婚不可能是丈夫的意愿 而是丈夫的儿子的意思 那么妻子为何要这么做 张女士想不明白 她认为自己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 当初呢 我跟她相识的时候呢 这个房子呢 是一间一间大屋 公共厨房 公共卫生间 后来我们改造了 我先生呢 在改造期间呢 住了我们家 我哥哥呢 把小屋腾出来 由他去居住 相互他在我家将近住了一年多不到两年 等于呢 他的孙女呢 也在我家住 事后呢 房子呢 改造好了以后呢 变成了两居室 我们呢 就是带着孙女 因为孙女在我们这儿上学 所以呢 我们带着孙女呢 一块儿居住 我们就一直租房子住呢 因为之前是跟我爸一块儿住的 就是那个租的 就是我爸对面跟我爸是协 队着住的 一直是 后来我们那个有孩子了 然后我们就租了一个大的上外面 时间一长 我觉得因为呢 又是个女孩子 而且我说实话 我这身份呢 不能多说 教育孩子方面 所以呢 我跟我家先生说 让他们一块儿过来住吧 就这样 所以让他儿子和儿媳妇搬过来住 张女士表示 当年他主动提出 让儿子儿媳回来居住 甚至还主动让出了大屋 当时呢 他们住小屋 我们呢 带着孙女呢 住大屋 好 这时另一场 有一次呢 我家老公跟我说 你说 要不让他们住大屋 我说 嗨 大屋小屋无所谓 咱们住小屋吧 所以呢 他们三口子呢 住大屋 我就想 不管我这个做阿姨的也好 就是做畜牧的也好 就阿姨吧 他们让我做得最好 但是我觉得我做得也不错 真的 我都不想听了 这不是平好吗 相处的 对 而且我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他们就是 他们三口呢 住大屋呢 我们跟他父亲呢 住门店 他们一推拉门 平时呢 就是说 因为我晚上呢 先生 我先生呢 就是说 他们没来之前呢 我先生晚上没彩票 所以呢 晚上我还得看着孙女 又给看孙女 又给房间 日常生活嘛 因为我孙女特别可爱 长得也漂亮 又特别可爱 所以呢 日常生活 洗涮什么的 有我去 然后他洗涮呢 就是 那到点了 我该洗涮了 我就把这热水器给他弄好了 他自己洗 然后呢 给他铺完被子 因为他一个单身床嘛 怕他靠墙梁的 给他搁一枕头 靠着 前面呢 还给他弄一凳子 拿一个被子再给他垫着 怕他摔下来 我都听明白了 赵女士 总之啊 就是说 跟小孙女相处得很好 对 而且如果我觉得 我要是赶上这么一个 这个状况 赶上这么一个后妈 那我真的珍惜都来不及 那我干嘛还会想 把她赶出家门呢 这是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房